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陈妍乐 我是江西人 来厦门上班 这里是银瓶厦门市 银瓶旧改造有限公司 我叫林景全来自龙海的 海门岛的人 来到厦门十几年 这几年来到银瓶旧改有限公司 大雨瓢泼的夜 冰冷沉寂的海水 一名女子坐在海滨公园 岸边栏杆 神情恍惚 来自厦门银瓶 旧城改造有限公司的 两名保安陈远乐 林景全见状 提高警惕 突然间 女子跳入海中 两人不顾涨潮的危险 纵身下海 合力将女子救回 自己突然间 我一下子去大学 我都赶紧回头 叫我们的同事 赶紧赶紧去 拿自身权 拿自身权 有人就来了 然后我们同事 过来 把自身权 给自身权 拿出去以后 我们两个 岸边投了 两三次 但是你的 当时踏上去的 反应意识 和意识 不强 就没有这个 飘出声权的意思 投了三次 以后没反应 我就感觉不对 人已经飘出去了 这个人应该是说 是我们 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是我们本人的 基本反应 没有想到 后果要 这些都没有 就是 外事都没有 从来没什么 没有考虑 有时候要救人这种 要凭个人的实力 才可以下海救人 不会每个人都有办法的 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吧 平民应生 社会上 每一个人都可以做 只要社会上 需要正能量 别人有困难 我们要一定 先用自己的双手 来帮助 最困难的人 救人事件发生后 辖区居民和亲朋好友 都不禁赞叹 虽身处平凡岗位 但能挺身而出 给大家树立榜样 让更多人珍惜自己 和他人的生命 这是最有意义的